有民眾反應最近兩週常接到陌生電話說要來應徵工作 但奇怪的是當事民眾明明就沒有開出職缺 讓他覺得非常困擾 到底怎麼回事 在花蓮經營日本料理店的陳先生反應 從這個月月中開始 老婆的手機就一直接到電話 平均每天都有一通進一步詢問 發現這些人遍及各縣市 讓他們越想越奇怪 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該公司因不同縣市 名稱也有所不同 在彰化叫森鐵郵線公司 道一蘭又稱森鐵公諸事會社 求職名稱也不同 屏東台南青浦要找行政人員 彰化則要找檢護員 深受騎擾的陳先生夫妻受不了 嘗試透過通訊軟體跟求職文原PO聯繫 他們只有表示是仲介刊登的 接著頻頻要求陳先生加入群組 感覺就有點像是詐騙機 如有求職需求 不要透過社群網站 而應透過正常管道去做應徵 實際詢問165 他們分析可能是電話遭到物質 指示年底到詐騙案件頻傳 截至11月已經有26632件 財損大約新台幣60.2億元 刑事局也點出幾點常見的詐騙手法 第一通常會先在網路刊登廣告 以無經驗可話術吸引民眾 等到求職者面試後再帶到銀行轉帳 第二假稱要製作薪水帳號 要求應徵者佼佼身份證或是存折證本 民眾在求職前務必先查證 公司是否合法立案 面試前也可以先告知親友 或是找人陪同前往 區別新聞 十三明節台北常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